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在这段时间里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黎巴嫩南部的炮火不断 无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寻找安全的庇护 据报道 最近的空袭已造成近500人丧生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以色列军方对真主党的攻击愈演愈烈 而真主党则发射火箭回击 以色列北部的警报声不断响起 在这场冲突中 黎巴嫩民众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许多家庭在慌忙中逃离 甚至无法带走自己的行李 未来的去向更是不明朗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已经警告黎巴嫩人民 真主党正在危及他们的安全 而真主党则声称将继续攻击 直到加沙地区达成停火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国际政治与历史恩怨交织的悲剧 黎巴嫩的民众被迫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 尽管双方都不愿称这场冲突未战争 但局势的恶化却让人无法忽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黎巴嫩的夜空中 火光闪烁 炮声隆隆 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的交火持续进行 这场冲突已经成为近20年来最致命的空袭之一 随着黎巴嫩南部的炮火不断 无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以色列军方宣布对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目标发动空袭 并配合坦克和炮火进行打击 真主党则在周二早上宣称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十枚火箭 空军基地和一个弹药工厂 随着警报声在以色列北部响起 当地一家区域医院也遭到损坏 消防队员忙于扑灭随之而起的火灾 在加沙南部的哈恩尤尼斯 周二的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7人丧生 这一消息由巴勒斯坦官员提供 周一 真主党发射了约100枚火箭 虽然大部分被以色列的拦截系统拦下 但仍有一些火箭深入以色列北部 造成了少数伤亡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报告 周一的冲突中近500人丧生 其中大部分死者来自黎巴嫩南部 这一地区自10月7日以来 真主党多次对以色列发动跨境攻击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超过1600名黎巴嫩人受伤 数以千计的居民逃离家园 向北方的村庄 城镇和城市撤离 在一条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 原本双向通行的车道 如今被逃难的汽车和巴士挤得水泄不通 孩子们坐在一些车辆的顶部 或挤在蔬菜货车的后面 甚至有些男子坐在汽车的行李箱里 黎巴嫩士兵挥手让他们通过 这一幕无不让人心痛 来自黎巴嫩南部的居民们 描述了他们如何接到匿名电话 被告知必须离开家园 比拉尔赫玛迪 白洛姆黛说 他接到一个用破碎阿拉伯语的 以色列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 请离开所有工作出去 这位住在边境村庄纳巴提叶的商人 听后立刻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 向北前往贝鲁特寻找朋友的庇护 由于时间紧迫 许多逃难者来不及收拾行李 甚至对未来的去向感到迷茫 周末 在贝鲁特的一场葬礼上 真主党的一位高级指挥官 告诉哀悼的人们 这场冲突已经成为一场无止境的战争 而以色列军方则表示 不排除对黎巴嫩境内 进行地面入侵的可能性 这一轮的跨境暴力升级 源于数千次意外的爆炸 造成真主党成员及其盟友死伤惨重 平民 包括儿童 也在这些爆炸中受伤或丧生 随后 周五在黎巴嫩首都的空袭 又造成数十名平民 包括儿童在内的死伤 这些都是以色列军方所针对的目标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在周一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警告黎巴嫩人民 真主党这个在多个国家 被侍卫恐怖组织的组织 正在危及他们的安全 呼吁他们离开靠近南部和东部边界的地区 他说 请现在就离开危险区域 一旦我们的行动结束 你们可以安全地回到家中 然而 在某些边境地区 以色列空袭造成的破坏 已经使得一些居民 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中 在中东的黎巴嫩 随着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空袭加剧 数以万计的民众正急忙逃离家园 这场冲突的紧张局势让人心惊胆战 根据黎巴嫩当局的报告 最近的空袭已造成近500人丧生 这一数字让人不禁感到震惊与悲痛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在周一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攻击 并在周二的夜间 再次打击了数十个真主党目标 这场冲突的升级正值真主党领导人 遭遇电子设备爆炸的几天后 让人担心这场战争可能会扩大 在黎巴嫩南部 许多家庭将亲人和财务 匆忙装进汽车 乡行车和卡车中造成了交通堵塞 大家都急着向北方逃去 黎巴嫩的一位官员透露 已经设立了89个临时避难所 能容纳超过26000人 这些避难所主要设在学校和其他设施中 在南部港口城市西顿 前往北方的车辆 挤满了连接首都贝鲁特和南部社区的主要公路 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 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时 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的情景 当时的恐慌与不安如今再次重现 以色列方面则对南部和东部黎巴嫩的居民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撤离靠近真主党武器藏匿地的区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一段短视频中对黎巴嫩人民表示 以色列的战争不是针对你们 而是针对真主党 真主党长期以来一直将你们当作人肉盾牌 这番话无疑加深了民众的恐惧 在周一的冲突中 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0枚火箭 这使得以色列北部的警报声不断响起 包括海法等城市 以色列军方表示 已经有约6万人因为跨境战斗而撤离北部地区 随着局势的恶化 卡塔尔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对贝鲁特的航班 并表示乘客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德国的汉沙航空和法国的法航也相继暂停或延长了对贝鲁特的航班停飞 这场冲突的背后 涉及的国际政治与历史恩怨让人感到复杂而沉重 自1997年以来 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已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 而欧盟则在2013年将其武装部队列为恐怖组织 这些国际动态 无疑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黎巴嫩的民众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每一个逃离的家庭背后都是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有人在逃离的过程中失去了亲人 有人则在逃亡中失去了家园 这场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更是无数家庭的悲剧 随着局势的发展 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 黎巴嫩人民的命运也将更加不确定 以色列正在对黎巴嫩的多个目标进行轰炸 打击贝鲁特的高级武装分子 甚至在对讲机和船呼机中隐藏炸弹 真主党则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和无人机 点燃建筑物和汽车 然而没有人称这是战争 至少目前还不是 以色列官员表示 他们并不寻求与真主党开战 如果这个武装组织停止攻击并撤离边界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真主党也表示不想发动战争 但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且会继续对以色列的攻击 这是自盟友哈马斯 在10月7日发动攻击后开始的 直到加沙地区达成停火位置 自那以后 以色列和真主党不断交火 但周一的冲突强度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根据黎巴嫩官员的说法 以色列的空袭造成490多人死亡 这将使黎巴嫩成为 自2006年 以色列和真主党上次开战以来 最致命的一天 伦敦国王学院的军事分析师 安德烈亚斯·克里格表示 如果有人在2023年夏天告诉我 或大多数分析师 真主党正在攻击以色列的基地 而以色列正在轰炸南黎巴嫩 和南北鲁特的部分地区 我会说这是全面战争 目前尚未将这一术语 应用于当前的冲突 因为尚未有地面部队参战 但他补充道 这可能是错误的标准 那么战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梅里亚姆·维伯斯特将战争定义位 国家或民族之间 通常公开和明确的武装敌对冲突的状态 学者们通常扩展这一定义 以涵盖涉及叛乱分子 民兵和极端组织的大规模暴力 然而任何试图更精确的定义都很困难 因为武装冲突的范畴 从国家之间的坦克和战斗机 冲突到较低级别的战斗部等 有时国家会正式宣战 例如以色列在去年哈马斯攻击后 所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 对于真主党 以色列并未做出类似的宣告 但他将对该组织的打击 与加沙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上周表示 允许数万名居民安全返回北部 是该冲突中的一个目标 以色列国防部长 约阿夫、加兰特也经常谈到 与伊朗及其盟友在七个战线上 进行的持续战争 包括黎巴嫩 国家通常会避免宣战 即使他们显然已经参与其中 俄罗斯官方将其对乌克兰的入侵等称谓 特殊军事行动 并禁止公开将其称谓战争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为正式宣战 即使它参与了韩国、越南、伊拉克 和阿富汗的重大冲突 那么 为什摩双方都不想称之为战争呢 以色列和真主党 都不使用战争这个词的部分原因是 他们都希望在不引发更严重冲突 或被指责的情况下 实现自己的目标 查塔姆研究所的中东专家的利纳 哈提布表示 尽管紧张局势加剧 但南利巴嫩的情况并不是全面战争 因为真主党和以色列 都希望利用有限的手段来相互施压 真主党希望通过火箭和无人机攻击 来迫使以色列同意与哈马斯达成停火 这是一个同样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并避免被侍卫屈服于以色列的压力 真主党表示 如果加沙地区达成停火 他将停止攻击 但这样的协议前景似乎渺茫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坦尼亚胡誓言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停止攻击 让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能够返回家园 克里格表示 我认为以色列正在试图告诉真主党 你来谈判桌上 我们将通过外交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 我们将把你逼入绝境 直到你过度反应 那将是全面战争 那么 全面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呢 直到最近 专家们普遍认为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任何未来战争 都将类似于2006年 他们所打的战争 但会更糟 多年来 以色列官员警告说 在与真主党的任何未来战争中 军队将对黎巴嫩本身 造成惩罚性的损失 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移平真主党的据点 这被称为达西耶教义 在2016年遭受了重创 与此同时 真主党花了多年时间 扩大和改善机武器库 据信拥有约15万枚火箭和导弹 能够打击以色列的所有地区 军事扩张和威胁 创造了一种相互威慑的局面 使得自2006年以来 边界大致保持安静 直到去年10月 过去一年中 该地区一直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但双方都表现出克制 全面战争的谈论 一直是假设性的 这种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特拉维夫大学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乌奇拉比表示 我们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 但尚未到达顶楼 最终 我认为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进行地面行动 如果发生地面入侵 那是否就一定是战争呢 任何以色列决定将坦克和部队派入南利巴嫩的行动 都将标志着重大升级 并使许多人将这场冲突归类为战争 然而 这两者并不一定总是相互关联 以色列在派遣任何地面部队之前 几乎在三周前就正式宣战于加沙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在被占领的约旦和西岸运行了几十年 最近几个月也经常对武装分子发动空袭 却没有人认为这是战争 有限的以色列地面入侵 仍然可能为双方流出退路 当然 尼巴嫩可能会将地面入侵 视为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和战争行为 但贝鲁特已经指责 以色列经常侵犯其空域 并占领沿边界的争议领土 事实上 两国自1948年以来就已经正式处于战争状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必须理解以色列的立场 面对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 以色列的自卫行为是合理的 以色列的防御措施 包括空袭和地面打击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平民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 以色列一直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这种情况下 他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正如古代罗马的防卫战略 如果你不积极打击敌人 敌人就会打击你 嘿 楚天书 别把以色列说得像个无辜的小绵羊 真主党确实有问题 但你不能忽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 黎巴嫩的平民正被迫逃离家园 这就像是罗宾汉的故事 只不过这次是坏蛋拿着弓箭 虽然历史上以色列确实受到威胁 但这并不能成为轰炸平民区的理由 这样的行为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和暴力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制造更多的问题 谢琪琪 你的说法有点过于戏剧化了 我的意思是 以色列的行动是被迫的 真主党的火箭谁都挡不住 你知道吗 根据数据 光是在最近的冲突中 就有超过一百枚火箭被发射到以色列 难道要让以色列坐以待毙吗 这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星皇后说的砍掉头 根本不讲理 以色列需要保护自己的国民 这是无可厚非的 哦 楚天书 真是感激你给我上了一堂火箭军事课 但实际上 这场冲突让无数无辜的黎巴嫩人受苦 你知道吗 黎巴嫩卫生部报告显示有近五百人丧生 这些人不是武装分子 而是普通的平民 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真主党身上 这就像是哈利波特里的佛蒂摩 虽然他是大坏蛋 但你不能因此就把所有麻瓜都关进阿兹卡班监狱 奇奇 你拿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的比喻还真是有创意 但现实中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而不是魔法世界的战斗 以色列的防御行动是应对真主党的挑衅 这些挑衅包括发射火箭和无人机攻击 事实上 以色列已经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平民伤亡 许多火箭都被拦截了 这是现实的国家安全问题 不是小说里的冒险故事 哦 楚天书 你真是个安全专家 但你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些防御行动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看看历史吧 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双方互相攻击 结果都是一样的 平民受苦 仇恨加深 这种循环就像是魔界里的索伦一再复活 永无休止 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以色列和真主党都需要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继续这场无尽的战争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